毫不棋验的小型办公室 乍看之下跟一般办公室没有什么两样 但竟然是跨境赌博网站的研发中心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一队 结合各县市警察局 在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台中、南投跟彰化 祸破21个据点 查扣电脑主机、账款等相关证物 现在也要用最新的加密货币 来做一个洗钱及掩饰金流的一个犯罪 包括电脑主机、银行存折、顾客名册 手机和数十万现金一一摆在桌上 嫌犯以不同的名称 先将网站架设在加拿大等国家 再与台湾成立管理部门 负责国内以及大陆地区的民众投注 也以加密货币进行交易 赌金高达两亿元 赌宝网站往往都是炸漆、黑帮及洗钱的一个重要的金流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在后续去了解、去查处 经过四个月的部线追查 检警最后供查或以失信主贤为主的24名工程师以及客服人员 嫌犯还仿效企业防疫、进行异地分流作业 企图躲避检警追查 目前嫌犯已全数移送法办 检警也继续追查是否有帮派介入洗钱 不让肖小逍遥法外 记得长得花前面报道 请不许可,请不许可,请不许可,请不许可适 之前,请不许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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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ť傅 及其日子 在 festivalnya 이지